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我們先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7年4月13日 星期五上午地點異常 決定施向本第五會期 經費集合委會 一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派四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三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 各推派一人代表組成 名單請於4月19日星期四中午12時前 宋志醫師出會整 上述名單宋教醫師出後 急不予更換 主持人蘇嘉全 蔡奇昌 協商代表柯建民 何欣純 許智傑 李彥秀 林德福 曾明宗 李鴻鈞 許永明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協商結論有意 沒有意義 通過 107年4月13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經決定如下 本第五會期 經費集合委員會 依政黨比例由民進黨黨團推派四人 國民黨黨團推派三人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 各推派一人代表組成 名單請於4月19日星期四中午12時 宋志醫師出會整 上述名單宋教醫師出後 即不予更換 報院會討論事項第四案以下 應尚待協商 等協商後再行處理 現在休息 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現有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請醫師人員宣讀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7年4月17日星期二上午9時 地點一場三樓會議室 決定事項 定於5月4日星期五 邀請行政院院長列席 提出能源政策專案報告並備質詢 質詢時間由民進黨黨團及國民黨黨團 各2小時 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 各45分鐘進行 質詢順序按民進十國交叉輪流方式 毅力授權議事處辦理 上述質詢名單請於5月3日星期四 中午12時前 宋交易事處會診 遇使視同放棄 主持人蘇嘉全 蔡其昌 協商代表柯建民 林德福 何欣純 曲智傑 曾明宗 李鴻鈞 李燕秀 徐永明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 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意義 沒有意義 我們就通過 107年4月17日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經決定如下 定於5月4日星期五 邀請行政院院長列席 提出能源政策專案報告 並被質詢 質詢時間由民進黨黨團 及國民黨黨團各兩小時 時代力量黨團 及親民黨黨團各45分鐘進行 質詢順序按民 親 使 國 交叉 交叉 輪流方式 一例授權議事處辦理 上訴質詢名單 請於5月3日星期四 中午12時前 送議事處會整 遇時視同放棄 繼續進行討論四項第四案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三會期 第七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報告院會 本案已完成協商 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07年4月12日星期四 中午12時16分至12時21分 地點紅樓202會議室 協商主題本院內政委會報告 審查行政院含情審議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結論一 第102條予以修正 二 第97條 第99條 第100條 第101條 第106條 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協商主持人趙天麟 協商代表 賴瑞榮 林德福 陳怡傑 柯建民 何欣淳 許智傑 黃國昌 李鴻鈞 李彥秀 曾明忠 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依 沒有依本案逐條討論時 禁依協商結論處理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請宣讀第97條 第97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證 請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除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並割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證 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或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選舉活動者 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 除一年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請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99條 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請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除三年上十年相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上一千萬元相罰金 預備犯前相之罪者除一年相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請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出其刑 因而常獲候選人為證犯或公犯者免出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因而常獲候選人為證犯或公犯者減輕或免出其刑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請宣讀第一百條 第一百條之下是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 鄉政市民代表會原住民去民代表會主席及副主席之選舉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請求其約或交付賄賂或其那不正利益 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除三年上市年下有期徒刑 得并各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相房金 前上至選舉有投票權之人要求其約或收入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亦同 遇被犯前二項之罪則數一年下酒及徒刑 遇被或用以行求其約或交付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出其刑 因而查獲候候選人為證犯或共犯者免出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候候選人為證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出其刑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請宣讀第101條 第101條 政黨辦理第二條各種公職人員 候選人黨內提名字公告期提名作業之日起 於提名作業期間 對於黨內候選人有第97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行為者 一第97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處斷 對於有投票資格之人 有第99條第一項之行為者 一第99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預備犯前向之罪者處一年相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者 預備或用以行求契約交付或收受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莫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出其刑 因而查獲證犯或共犯者免出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證犯或共犯者免出其刑 意圖於立包攬第一項之事務者 依第103條規定處斷 且向之為罪犯罰之 第115條規定 於政黨辦理公職人員黨內提名之准用之 政黨依第一項規定辦理黨內提名作業 因公告其提名作業相關事宜 並在明期指時間作業流程 黨內候選人及有投票資格之人之認定等事項 各政黨於提名作業公告後 應於5日內報警內政不被查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02條 第102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除一年以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並割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那支團體或機構 假借捐助名義 行求期約或交付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 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 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刑事 二以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 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或有聯署權人 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其項之罪者除一年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莫收之 宣讀完畢 照協商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106條 第106條 違反第65條第三項規定者除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下罰還 違反第65條第四項規定者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並課新台幣五十萬元下罰金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 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97條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證 行求其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除三年以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並課新台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 要求其約或收收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誰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活動者 亦同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其約或交付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莫收之 第99條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行求其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並課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其約或交付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者與否 莫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最後六個月內自首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因而查獲候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 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候候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100條 指轄市縣市議會議長 副議長 鄉政市民代表會 原住民居民代表會 主席及副主席 這選舉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 請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不刑使 投票權或為一定之刑使者 處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得幣科興台幣二百萬元以下法金 前向之選舉有投票權之人 要求期約或收取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許以不刑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刑使者 亦同 預備犯前向之罪者 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影請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因而償獲候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 免除其刑 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因而償獲候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101條 政黨辦理第二條 各種公職人員候選人黨內提名 自公告及提名作業之日期 於提名作業期間 對於黨內候選人有第97條 第一項第二項之行為者 一第97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處斷 對於有投票資格之人 有第99條第一項之行為者 一第99條第一項規定處斷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項有期徒刑 犯前二項之罪者 預備或用影請求期約交付或收受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於犯最後六個月內自首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因而償獲證犯或共犯者 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 因而償獲證犯或共犯者 免除其刑 意圖於立 包攬第一項之事務者 依第103條規定處斷 前項之未遂分罰之 第115條規定 於政黨辦理公職人員黨內提名時准用之 政黨依定項規定辦理黨內提名作業 應公告其提名作業相關事宜 並在明期職時間作業流程 黨內候選人及有投票資格之人之認定等事項 各項黨於提名作業公告後 應於五日內報警內證不備償 第102條 有項列行為之一者 除一年以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並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下罰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支團體或機構 假借均住民意 請求期約或交付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 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 不審時投票選或為一定之刑事 二、以財務或其他不正利益 請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 有提議權人或有聯署權人 使其不為提議或聯署 或為一定之提議或聯署 預備犯前相之罪者 除一年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 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沒收之 第106條 違反第65條 第三項規定者 除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下罰款 違反第65條 第四項規定者 除五年下有期徒刑 並科新台幣五十萬元下罰金 宣讀完畢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97條 第99條 至第102條 及第106條 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進行討論 第五案 下水道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本院內政委員會於106年12月14日 及12月27日 召開全天委員會議審查本案 邀請內政部部長葉俊榮 106年12月14日 內政部政務次轉花進群帶說明 另請科技部等派員練習備詢 會議由賴委員瑞龍擔任主席 經說明進行檢查後進行主條審查 將本案審查完全領據審查報告提報約會討論 約會討論前須禁黨團協商 並推請賴救急委員瑞龍 與約會討論時做補充說明 宣讀外畢 請召集委員賴委員瑞龍補充說明 賴委員沒有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六案 法醫司法第37條及第53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五會期第六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七案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五會期第六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八案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第26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五會期第六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九案 法務部組織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五會期第六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十案 法院組織法 增定第114條 之二條文 及第七十三條 副表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五會期第六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一案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增定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 本案經第五會期第七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十二案 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條 及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案經第五會期第七次會議決議 交黨團進行協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討論事項第十三案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附屬單位預算及重計表 營業及非營業部分 本案經第五會期第七次會議決議 請蘇院長召集協商 協商後再行處理 因上代協商做以下決議 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院會 本次會議議程鎖列討論事項 均已處理完畢 下午五時處理臨時提案 現在休息 每位委員發言 時間一分鐘 第一位請科智恩委員發言 科委員不在 本案佔不予處理 接著請 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 不在 本案佔不予處理 接著請 許育仁委員 許委員 不在 本案佔不予處理 接著請 本案佔不予處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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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裡將單耳、聽障、單眼、視障的人士納入身心障礙者的保護對象 以健全社會福利、照護體制、確保民眾權力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本院委員、江啟臣等11人提案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處、請問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蔣乃馨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蔣乃馨等21人 有鑑於本席陸續接到許多里長和民眾的陳情 針對行政院正義極大的機關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將設置在台北市安可路、仁愛國小和仁愛國中旁邊 而其中仁愛國小有兩千五百、將近兩千六百位私生 仁愛國中有一千八百位私生 家長和周邊的居民憂心 未來該區將成為城抗的熱區 到時城抗車輛群眾巨馬將大舉圍堵該會 定會影響附近鄰居、學校受課與學生進出之安全 更降低居住品質、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和安全及住戶環境安寧 本席等要求行政院應將促轉會設置在不影響到學生、教學、民眾生活的地區 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二十億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喊請行政院延處 請願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通過 接著請李彥秀委員 李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下來請孔文吉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孔文吉等十六人 建議核二二號機於三月二十七號獲言能會同意並聯 台電於當天中午並聯發電 研議計四天滿載 但二十八日下午一點二十五分 測試中反應如其停機此一事件 本席主張 研能會謝曉欣主委因發言不當 因盡數主動下台以事負責 經濟部沈榮軍部長應向國人道歉 並主動說明如何因應夏季切電問題 並請賴清德院長立即召開全國性的能源安全會議 以對國人交代是否有當敬請公解 本院委員孔文吉等十六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喊請反對 有意義 請問有意義 有意義我們就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林維州委員 本院委員林維州等十五人針對我國除草劑用量與銷量日益趨高 若無有正確宣導使用方式 計量區域等恐將影響環境生態 甚至導致民眾增加離癌風險 經查目前僅有台北市政府及宜蘭縣政府針對除草劑有增定相關條例 顯示全國缺乏統一性管理措施 原此本席要求中央相關單位應盡速研議全國使用除草劑之規範並將該農藥限制於使用農業或特定區域內予以討論是否公允 敬請公爵 委員委員林維州等十五人提案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 請問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通過 接著請李昆哲委員 李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曾明忠委員 主席 北韓委員曾明忠等十五人建議我國股市最近籌資功能逐漸萎縮 例如104年上日籌資金額是376億元 105年是256億元 106年萎縮為148億元 但是另外一方面大陸積極拉攏我國區域互大陸掛牌 已經慢慢產生持續效應 因此本期建議行政院召集相關部會 組成專案小組在辦人內提出具體因應策略 以前化我國股市的競爭力 有效降低大陸股市持續效應對我國股市的負面衝擊 是否有膽 盡請公決 本院委員曾明忠等十五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 請問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通過 接著請羅明彩委員 羅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蔡適應委員 主席 本院委員蔡適應等十二人 基於體恤基層警察的辛勞 正式警察能力問題 特向行政院提出調整警察人員福利提案 大法官4至760號指出 因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十一條 未明確規定考試訓練機構 導致2010年前通過的三等特考 未至警大受訓者 在升遷資格有差別待遇 這是宣告違憲的 因此要求在六月 六個月內採取適當的措施 除去申請人所遭受之不利差別待遇 因此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在2007年修法迄今超過十年 鑑於基層警察人員之工作條件 及升遷制度與公務體系的差異 本席要求行政院回應大法官解釋之餘 應針對基層警察整體福利結構有所檢視 並依據2007年6月14日 立院協商結論附帶決議 在兩年內國家財政允許下 就奉起表作合理調生 以激勵警察人員士氣 本院委員蔡適應等十二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喊請行政院處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賴世保委員 謝謝主席主席各位先進 本院委員賴世保等十六人理事提案 因為調味酒常常以新鮮水果圖案或者強調 添加了果汁形成 消費者認為調味酒酒精濃度很低 而且比較健康 低熱量沒有負擔的感覺 可是根據研究 每天只要增加攝取360cc的含糖飲料 不僅僅罹患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風險 提高83%新鮮癌疾病 死亡風險增加29% 因此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這種相關的標示 有見於此原提案要求行政院及相關的單位 應該在半年內針對酒品的成分跟營養的標示 在官方的網站或者包裝上揭露產品的熱量 湯水化合物或者含糖量等資訊 並且公布相關的配套執行細節 同時交執行的成效 要報給本院財政委員會 是否我當進行公決 本院委員賴世保等16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通過 報院會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 繼續處理副議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八次會議 報告事項第15案之決定提出複議 請公決案現在做以下決定 令定期處理 報院會本次會議進行到此為止 現在上會 請進行室 請問您